中国影视圈一直热衷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这个题材屡见不鲜,影片换了一批新演员,服装升级了,画质提高了,却依然陷入了审美疲劳。 在中国古代历史还有其他令人惊叹的时期,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充满谋略、战争、爱情和忠诚的黄金历史时期,几乎拥有影视作品所需的所有元素。 那么,为什么导演和编剧们不愿意创作春秋战国题材的作品呢? 以史为静,可以知星体,以人为静,可以明得诗,欢迎订阅老海说史,缺乏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学剧本支持。 现有的三国影视作品主要以三国演绎为剧本基础。 导演和编剧无需为情节和故事担心,因为罗冠中已经为他们写好了。 但春秋战国不同,没有文学作品作为支撑,没有人将这段历史写成高质量小说。 毕竟,春秋战国历史跨度长达549年,小说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找到合理的故事主线, 并按照这个主线编排春秋战国时代的故事。 如果要选择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角,最合适的就是秦国, 因为秦国一直参与其中,并在秦始皇嬴政的领导下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壮举。 但遗憾的是,没有文学剧本作为支撑,要拍摄这段历史几乎是不现实的, 他的时间跨度太长,导演无法完整呈现, 就像罗冠中将六十年的三国历史汇总到三国演义的120章中一样, 这让导演们更容易入手。 在古代,人们的精神生活比较匮乏,没有电视,没有网络, 人们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看小说了, 三国演义的诞生时间是在原末明初, 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明朝, 也就是说,三国演义成书之后至今, 大概过了六百多年,如此长时间的文化熏陶, 自然是让三国的故事家喻户晓。 毕竟,三国演义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精神食粮, 用现在的话来说,三国演义其实是本爆款网文。 三国演义中很多的桥段, 也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段历史, 比如,诸葛亮的空城记, 下退了前来追记的司马懿, 让大家感受到了诸葛亮的勇气和智慧, 再比如,冠宇在华荣道, 因为曹操曾经收留自己, 所以放走了战败的曹操, 体现了关羽的大义。 然而,上面的两件事情, 在正史之中都是没有发生的, 实际上是作者罗冠中虚构, 这样的情节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 即便现在看来, 也依旧让人热血沸腾, 春秋战国恰恰相反, 因为缺少文学剧本作为支撑, 就让这段历史缺少了故事性, 简单来说就是没有了看头, 一拍出来就成了纪录片, 恐怕大多数观众看了都会打起瞌睡来。 耗资巨大, 电影和电视剧拍摄的主要目标是盈利, 导演们最关心的是回报, 因此, 不可能为了还原历史而盲目投资,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994年上映的三国演艺电视剧是个例外。 当时, 央视主要是为了教育和艺术价值而拍摄四大名著。 而不是盈利, 据说央视投资高达一、 七亿元, 主要用于建设影视场地和还原战争场景, 其中, 卓州和无锡的影视基地耗资近一亿元。 春秋战国时期经常发生战斗, 比如秦国和赵国的长平之战, 要拍摄这种大场面需要巨额成本, 包括演员的薪酬, 即使只拍摄战国时期的历史, 投资总额至少需要一百亿元, 如此庞大的投资, 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投资人和导演敢于拍摄这样的影视作品。 不过有一个解决办法, 就是可以使用成本较低的电脑特效技术来代替成本高昂的实景大场面。 譬如战争的大场面以及城池这些元素都已经可以通过电脑特效来完成。 就比如说著名大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 他在拍摄战争电影《敦克尔克》的时候, 在沙滩上的那场戏就运用了大量的电脑特效, 最终成功营造出了密密麻麻的人群效果, 这让电影的拍摄成本得到了极大程度的降低。 此外, 三国如此受欢迎, 与三国时期的游戏和影视剧的助攻离不开关系。 大家仔细想想看, 到底有多少关于三国的游戏, 怕是一时难以数清吧, 大量的游戏和电视剧。 让三国这段故事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在许多的游戏中, 你可以不用像三国演义中那样以刘备一方为正统, 而是可以选择各种诸侯势力, 比如曹操、孙权、董卓等, 然后建功立业, 消灭其他的诸侯, 最后统一中国, 正是这种游戏的流行, 把三国的历史刻在了每一个玩家的脑海中。 而其他的时期, 诸如春秋和五代十国呢, 电视剧倒是有, 但是基本上没有关于那个时期的游戏, 所以三国的知名度要远远超过其他时期就不奇怪了, 毕竟游戏这种东西。 本身十分特殊, 玩家可能会反复地去玩, 这样的话就会不断地加强对于三国时期的印象。 三国时期能够这么火, 还是要感谢现代技术的发达, 尤其是游戏产业的不断进步, 让这段尘封的历史以它别样的形式来到使人面前。 缺乏民众基础, 容易翻车。 尽管春秋战国历史精彩, 但缺乏文学上的故事性, 就像三国历史本身也很精彩, 但没多少人会愿意看《三国志》这本正史, 但如果是小说, 三国演绎, 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罗冠中在编写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并添加了有趣的情节, 让整个故事充满看点, 这就像宋江的《梁山起义》, 原本只是一段无足轻重的历史插曲, 但在施奈安的笔下, 变成了《水浒传》成为了后人津津乐道的精彩故事, 因此, 导演们一直热衷于翻拍三国, 《水浒》和《西游记》的故事, 这些故事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让导演们稳赚不赔, 但与之相比, 春秋战国缺乏民众基础, 一旦投入巨大资本进行拍摄, 可能最终只会以亏损告终, 春秋战国历史因缺乏文学作品的支持和故事性, 一旦拍摄出来, 很可能会被视为纪录片, 虽然故事看似精彩, 却可能只是历史的冷冰冰在线, 在追求刺激和快感的时代, 观众发现自己无法从影视剧中获得满足感, 很可能会放弃观看, 如果没有良好的收视率, 就意味着无法为投资人提供足够的回报, 最终意味着投入的资本打了水漂, 因此, 许多投资人, 导演和编剧对这段历史不感兴趣, 这也不足为奇。 三国时期独特的纷争格局, 很多人对于历史都非常感兴趣,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只是流于表面, 不会去做深究。 因此, 如果这段时期的内容太过复杂的话, 是不利于传播和讨论的, 举个例子, 春秋战国的时候, 有很多的小国, 每个国家又有自己的王和其他主要人物, 而且那个时候人的名字看起来比较晦涩, 想要记住没那么容易。 三国时期则不同, 主要国家就那么几个, 东汉分裂成了三国, 三国又最终被晋朝统一, 很好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 名字各个都是如雷贯耳, 关羽, 曹操, 周瑜等都非常好记, 而且他们只是分属不同的阵营, 就读者自己的感受上来说。 名字好记和历史好理解的三国时期, 当然有更多的人愿意了解, 而其他的时期, 则往往因为名人去世不多, 遭到了大家的嫌弃。 其他分裂的时期, 他们的故事大都是单纯的争斗,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天下的主人, 但是, 三国时期则不同, 经过三国演绎的传播, 在大部分读者的心里面, 三国的历史其实是刘备波兰壮阔的复国史, 只可惜, 武侯诸葛亮并逝于武藏元, 北伐到死, 也没有完成兴富汉室的愿望, 显得十分悲壮, 而且, 从整个小说的叙事来看, 刘备一方才是正义的, 其他个诸侯都是汉朝的叛贼, 所以, 广大的读者, 其实都是同情刘备的, 为他的壮心胃乙而惋惜, 为蜀国的负面而悲痛, 放到现在来看, 如果这个故事写成一篇网络小说的话, 读者应该会不少, 毕竟情节还是很热血的, 但是其他分裂时期的历史, 却没有这样的效果, 三国时期的历史, 显得更加有血有肉,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 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 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